第一 我们也不能用不得已做借口 因为不得已知恶行的恶 从我们心里发出来 也归在我们身上 问的问题是 不得已的处境说明了 自己不能左右一些事情 所以不能按照律法行也是罪吗 而非要行的话 可能让人尊重符合神的义 符合律法的要求 但可能体现不出神的爱的恩典了 首先第一点 这里面说不得已做借口 不得已 你要读书的时候要留意 他所说的不得已是指什么 前面已经说到了人本性的败坏 人没有那种自由 本性是败坏的是必然犯罪 所以这个翻译里面 虽然有点问题是必然犯罪 为什么必然呢 本性败坏了 我们不可能背乎自己的本性去生活 就像豹子不可能改变他的斑点 这个场景录不能改变自己的条纹一样 斑马不能改变条纹 黑人不能改变自己的皮肤 除非是非常的干 非常手段 现代科技的干预 不然的话就是正常人 不可能背乎自己的本性 所以这个不得已是指我们里面本性败坏了 怎么可能违背自己的本性 抑制脱离自己的本性去做一些跟自己本性不相一致的决定呢 不可能 都是顺着自己的本性 所以人是这种决定本身已经是必然这样的 这个必然是和自己的本性一致的 但是这种必然不是勉强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 不是强迫不得已 不得不 是我们甘心乐意的 做着合乎我们本性 人犯罪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喜欢喜快乐的 没有人勉强的 我不想犯 然后不得不犯 那都是谎言 没有人掐着你的脖子 必须去犯件 也没有人掐着你脖子去偷刀 没有人胁迫你去说谎言的情况下 都是你甘心乐意 随着自己的私欲 甘心做的 这种不得不失指我们的本性 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做超乎我们 背乎我们本性的做法 所以这种必然犯罪 但是是甘心乐意的 没有勉强和强迫的 因此罪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负责任 你不能作为 我既然犯罪 是无法抗拒的 合乎自己的本性的 我就不需要负责了 不是 需要负责 所以是罪 因为是甘心乐意的 不是勉强的 被迫的 符合神的意 符合律法的要求 而非要行的话 可能受人的尊重 人不可能遵守律法 今天我们讲了 之前我也讲多次了 模样可能是尊神律法 里面内心当中 这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 律法不光是要求模样 外在的行为 还要求人的动机和内心 你即便外表装出一种 怜悯的行为 你丢给他二百万 你如果趁他几十个亿 丢个二百万也算不了什么 小头钱 你显出来很大的慷慨和爱的付出 里面如果抱着骄傲和轻视 来炫耀你自己有钱 比他卓越的话 那个就不叫遵守律法 不叫爱 伪善 甚至是邪恶的 可能表面的做法 可能获得人尊重 但是谈不上合乎神的义 也谈不上合乎律法的要求 根本和神的慈爱恩典 就扯不上关系 因为这里面谈到不得已 是指堕落后的人 不是指基督徒 所以对非基督徒来说 只是谈普遍的恩典 不在重申悔改的事情上 谈不上特殊恩典